接下來的話如果想要知道第二個問題的答案 請問一下 到底哪一個系數人最多 什麼方法最多 當然以前你可能會用幾個方法 不外乎就是資料裡面有排序 排序其實你是可以把它重新排序一下 不過排序的話 A到D跟D到A A到D好了 你會發現它可以排出來 它會把同一個顆系的放在一起 那問題你還是要自己去算 所以我不推薦用排序 那用什麼方式最好 其實你可以用插入樞紐分析表來完成 是最快 那怎麼做 一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 不要選取 不用選沒關係 只要放在這個資料範圍之內的 其中一個儲存就可以 二的話呢 直接找到上方的插入樞紐分析表 它會問你說 你要統計分析的範圍 是不是A1到C58呢 是不是 A班指的是A班工作表 這個嘛 然後A1到C58 那範圍應該沒錯啦 所以你大概明暗一下 沒問題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會直接幫你從A班工作表 再插入一個新的工作表 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工作表1啦 OK 那接下來怎麼統計呢 很簡單哦 只要把細索這個欄位 拖拉到列 再把細索這個欄位 拖拉到直 它就會幫你統計完了 所以你先把細索拖拉 拖拉就這樣拉過來 放開放下 細索就出來了 它會幫你把那個 所有的細索把它建立清單 那這個清單是不會重複的 比如說有很多個 同樣的細嘛 像剛剛不是有看到什麼 幼加科學系有沒有 它只會保留一個 就是類似像移除不重複啦 就是這個一個清單 就是這麼多顆細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把細索拖拉到直 放開 那你會發現哦 你拖拉過來之後呢 它就幫你算 哦 欣甫系一個 欸 怎麼 這名稱 這應該就是 是不是幼教系以前哦 然後這個 幼加科學系四個 然後呢 再來聲科系三個 光 應該叫光電學成哦 兩個 以此類推 五個的話是音樂系 音樂系也比蠻多的哦 然後華語系三個 OK 但是啦 如果假設哦 我希望 幫我把 前五名列出來 欸 前五名怎麼列出來 所以接下來的話哦 你把這個拖拉到列 拖拉到直 再來把游標放在B4儲存格 B4這個儲存格嘛 然後找到資料裡面的力道A 這是做什麼呢 就是直接哦 游標放這邊 資料裡面的力道A 他就會幫你做排序啦 那排序就是哦 幫我把那個 欸 數量最多的排在前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哦 欸 目前看起來 佔比最多的就是 這邊看到的應該是音樂系吧 第一 哦 第二是這個哦 幼加科學系 三四五 欸 好像有同名的哦 有沒有 六七八九十 欸 乾脆這樣好了 如果我假設哦 我希望留下前十名算了 如果你假設要留下前十名的話 其實你可以再做一件事 排序完之後哦 請你點選 這邊有一個按鈕 有沒有看到 列標籤的右邊這邊有個按鈕 然後呢 它其中點下去之後呢 它會讓你只留下前十名的就好了 在哪裡呢 在它的值的篩選裡面有個前十項 這個前十項意思是哦 只幫我留下前十名的細索 十名以外的不要列出來 欸 這樣四項 前十名 前十項按下去 那你會發現呢 它會問你說 欸 是不是十項 當然如果你以後要前五名 就輸入五就可以了 OK 按確定 好 你會發現哦 留下來的就是前十名的 的一個清單了 所以以後人家 老闆問你說 你幫我統計哪個 哪個資料裡面的前面的排名 你就給我就好了 至少我要先大概知道一下 那很快嘛 你就可以把資料先建立好 然後插入一個欄位 就可以樞紐分析了 馬上就有結果了 所以看得出來 前十名就是這些細索 好 但是啦 其實這個已經夠簡單了 可是你老闆會覺得說 欸 你可不可以不要用數字給我看哦 數字看得很痛苦耶 可不可以畫個圖讓我知道 最好是畫那個哦 佔比圖好了 佔比圖 直接想到應該就圓形圖 所以哦 接下來如果要畫圓形圖的話 怎麼畫 特別注意哦 有沒有要一樣放這個範圍之內哦 找到哪裡呢 樞紐有沒有上方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表分析有沒有 它是放在图的话 是放在这个位置 枢纽分析 我是放在这个范围之内 然后这个地方 这里 这个就画图的地方 那我只需要怎么样 点选枢纽分析图 然后找到我希望产生的那一类 比如说我希望强调的是比例的话 比例用原型图好像比较适合 所以我就找到原型图 当然还有很多类型 我们不要那么花俏 我们用2D的就好 当然有3D 现在环形图也有 不过我用比较简单的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图出现了 把这个图把它放在旁边 这样的话感觉越来越接近 好像要的那个样子了 当然理论上一般会怎么调整 上面这个标题点一下 把它改成叫细索占笔统计图好了 比如说给它一个名称 叫细索 不要选它一下 比例图 OK 现在把它自打上去 那点一下框框之后 记得点一下框框 然后在常用里面把字稍微放大 大概20号字差不多 常用 然后大概20号字 然后颜色也去改成红色出题 OK 这样看起来 又更向前一步了 OK 不过啦 这个做完大概其实也差不多OK了 只是说最后可能会有同学会觉得说 老师还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不太够 就是虽然说这边有所谓的图例 这个颜色是这个啦 但是好像最好是上面有标签是更好 所以理论上最后是会在上面按右键 新增资料标签 找到这两个其中一个啦 我是比较推荐用图书文字 为什么 因为图书文字点下去 就直接可以帮我把哪一个科系标上去了 大家可以说自己一下 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按右键 它有一个新增资料标签这个啦 它会变成一个数字 那你还要自己再调整 比较麻烦 可以调整 但是比较麻烦 我是建议啦 如果今天我们练习的话 你就选一个简单的 按右键 新增 资料 图书文字 这个选项就OK了 不过啦 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是用Mac电脑 因为每次Mac电脑的上面有Excel 它就没这个功能 如果没这个功能 很抱歉 就没办法 OK 你就要用上面的方法 也就是 常有同学用Mac电脑 来问问题 大家跟各位讲 虽然同样是Excel 但是Mac上面的Excel 很多的功能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我也没办法 因为试了很多方法 还是不行 所以变成说 如果你要跟上课用到的功能 都有的话 还是比较建议 你是用Windows下的Excel 比较没有问题 OK 所以这边的话就新增图书文字 当然最后如果说你要更凸显 凸显什么 凸显第一名的部分 这个把它拉宽一点好了 如果你假设要希望再凸显一下 你可以把音乐系的这个柄 把它先点一下全部 再点一下音乐系 再把它往外拉 你会发现音乐系 这样感觉 那还会更加知道说 原来占比最多的音乐系 类似这样 如果你要把它拉回去 再点一下它 第一个是点这块柄 第二再点一下这边 往里面就OK了 就是你可以再去针对这个柄 里面你想要凸显的比例部分 就可以让它显示出来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刚主要是利用什么 利用这个我们做出来这个栏位 插入书纽分析表 然后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边的结果 刚刚其实就是细索拖拉到列 细索拖拉到值 然后再排序一下 最后的话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那这个答案就出了 底下这个工作法名称 一般我比较贴心的做法 是把这个标题名称 再把它选起来 K-C 把这个名称也改成叫做 细索占比比例图 这样我就知道 我的比例图在这边 切回来资料还在 切过去就可以看到 细索的占比比例图了 OK 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第一个问题就完成了 所以你会发现 好像还蛮 应该不难啦 线下可能就熟练度 如果你熟了 就两下就做完了 但因为可能不知道 很多同学可能刚开始接触这个功能 所以找一下 但是应该理论上不难理解吧 我觉得这个还蛮顺手的 另外第二个问题 如果我想要知道 到底在班级这个栏位里面 几年级的最多 所以也许啦 要按照这样的逻辑啦 这边可能就需要在一个栏位叫年级 然后一样把这个颜色刷过去好了 常用里面这边有个刷子 把这个颜色刷过来 让它一样 那年级的话刚好在哪里呢 有没有发现 刚好这边有个年级 它的位置有没有 刚好在后瓜湖的下一个字 位置我们找到了 后瓜湖的下一个字 所以如果想要直接就抓到 这个几年级 就是这个2啦 不是叫你C、C、V来吗 C、C、V C、C、V 那不得了了 所以要怎么样刚好抓到年级的这个资料 也就是抓过来是2年级、3年级、4年级 我想要知道一下 到底选课同学哪个年级的人最多 那怎么办 第一个你需要一个年级栏位 第二个的话 如果年级栏位有的话 再插入输入分析表 不就有了 对 OK 同样的方法 这个给各位当成是练习 因为今天我们不交作业 这个作业也许下一次再交好了 下礼拜因为不要确定 你们家退选的情况 签行啦 那今天这个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不然你就把它先存档一下 如果你今天有带随身点就存 如果没有的话 我想你下个礼拜再缴交就可以了 OK 那今天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开个头 然后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上课的内容 那并且就是透过这个 上课用到的这个范例档 把它解压说啦 解压说我今天是用到这一个 就是第一个单元里面的 这个选课资料的练习 了解函数的使用 跟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的应用 OK 那之后的话 我们每个范例基本上都会用到类似的方法 去得到一个结果出来 那你们其中报告部分 也就是类似 只是说我们资料会更多 那我会给各位一个方向 如果你们可以从政府的开放平台里面 去捞出所谓的big data 来做统计 蛮多东西的 OK 那剩下时间给各位做一些练习 那最后不晓得 大家对于这个学期的课程内容 规划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的话 剩下时间给各位练习好了 不然的话 今天我想我们就 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下一次原则上 我是建议如果可以 你就带个随身碟之类的存档案 记得将来可能在第二次上课之后 都会有作业要缴交 OK 今天的上课录影一样 我也把它放在公告区里面